这种人就是何不食肉迷 我怎么就不食肉迷 我其实说的是鸡蛋 我就没营养 我就不行 一名被隔离的男子 因为家里鸡蛋吃光了 而跟防疫人员高声争论 现在家里没有过碗瓢盆 没有餐 没有米的很多的 我告诉你了 我现在很多人在解决温饱的问题 你现在说 怎么可能没温饱 你家有米 你是不解决温饱 别人家没米的 这段画面引发网络热议 有人批评男子太自私 但也有人认为 他只是凸显出 上海物资匮乏的现况 弄到让这座国际金融中心的人 美米吃 到底是谁的错 另一方面 大陆官方媒体强调 上海正在抢建最大方舱医院 四天内交付超过六千七百个床位 但有民众 连夜被送去集中隔离点 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 还有招的吗 还有 没有了 半成品 这个楼你看都还没有封银 破文的民众质疑 现场基础设施简陋不足 更没有任何药物 不知道该怎么养病 而为了应对封控一个多星期 沸腾的民怨 上海市府打算再做一次普筛 然后各区分阶段解封 按计划 如果七天内有阳性患者的社区 就得足不出户 其他社区可以走出家门 在社区里活动 14天内都没有阳性个案的社区 才有机会重获自由 TV新闻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